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居服 看你成為牌身中 一開山一人都希望 開山一班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吃到咧咧咧 越吃雞 越吃越有味 強哥,這裡很接地氣 當然,這裡是廣州的老城區 月秀區 月秀區哪裏? 月秀區很大 你看不到牌坊寫著黃聖堂嗎 黃聖堂?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有故事 是什麼地方? 傳聞以前這個地方很漂亮 有一個堂叫黃閃堂 這個堂很大,裡面有很多黃閃 後來有一個皇帝經過這裡 這麼漂亮的環境 為何叫這個名字 立刻就叫做黃聖堂 原來是這樣的,是不是真的? 強哥 傳聞 你知不知道黃聖堂有三寶 今天就特地帶你過來吃這三寶 聽說你是不是有個老友在這裡? 是啊,老友在這裡有一間店 已經做了二十多年了 現在就帶你去試試 好啊,走吧 哇 啊 啊 啊 那我就想到這間店 呢 行吧 這間酒樓有什麼特色呢? 這間酒樓已經開到現在 做傳統的港府粵菜 做了30年 怪不得在門口已經有很多金漆獎牌 華姐聽說你這裡 黃聖堂三寶很出名 是的 黃聖堂三寶 黃聖堂三寶 黃聖堂三寶必點 一個是雞油冬菇 一個是發財魚丸 還有香虎扣肉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品嘗一下? 有的 不過你們兩位要跟我們梁哥一起去做 哦 沒問題 走吧 強哥 我身邊這個就是梁哥 他就是傳統粵菜的老師傅 資質老啊 不是年紀老 好 那這道菜就是黃聖堂三寶之一 黃聖堂三寶之一的冬菇 是我們頂級菇 厚身得來比較有口感 老身一點的 而且每一隻都好 挺花的 沒錯 口感特別好 那其他的材料呢? 這是雞油來的 這是薑蔥 首先把雞腳和雀肉煮幾個小時 拿到湯底來煮冬菇 再放入雞油才會香 厚滑 其實這個是高湯的湯料 對 那這個冬菇要泡多久呢? 冬菇要泡隔夜的 一般我們泡冬菇兩三個小時 你的冬菇一定要泡隔夜 看看怎樣去拿水 好,我來拿給大家看 好 其實家庭有沒有這樣做呢? 有,家庭主婦多數都來這裡吃完之後問 我們都這樣做 一般我們平時在家裡 泡起來就算了 不會說要泡它 我泡,我泡,我泡三次 今天又學到東西 我們把冬菇炸完一次 再泡水 再加多一次 重複三次 加乾水之後 又煉雞油 然後給點味 給點冰糖去醃 看它入味 滑一點 黃聖堂三寶芝 雞油泡冬菇 對 很漂亮 試試它 看看它是否真的可以稱為三寶之一 名不虛傳 其實在以前來說 冬菇是山珍來的 過節才有冬菇 所以擺真言直 必然有山珍 真的 這個冬菇很香很好吃 因為它吸入雞油的味道 既有冬菇的鮮味 也有雞肉的香味 由於它的選料好 這個冬菇就不會很大隻 很細小隻 花菇來說 由於冬天的時候 在上面下了一層霜 霜解凍之後再生長 所以表面就爆成很多花裂紋 所以這個菇 厚淨得來是爽口一點 我注意到 因為雖然它是雞油 但是它又不會很油軟軟的感覺 吃下去 你會感覺到整個雞的那種精華 濃縮在那些雞油裡面 一般我們吃花菇 多數都是爬菜 或者燜菜多 但是這個 有少少像湯水的菜式 沒錯 所以油又不可以過多 雞油是令花菇更加的香 湯水其實就是為冬菇必須要的 這個菜式其實在外面 真的很少吃得到 是否因為它的製作 有一定的難度 當然 這個是跟老師傅有關 老師傅才做得出的 梁哥 你入行應該是很早的 35年了 我89年入行 我有時都很佩服自己 你做了三十多年 其實做粵菜來講 有甚麼心得 生鮮和堅持肯去做 炒門衛生的事 一定要堅持去做才行 每天重重覆覆去做這個工作 那在做粵菜當中 在你的記憶裡面 有甚麼難忘的事 初初入行的時候 老師傅教我們 有些豬腸精白鮮 現在基本上都沒有人做 我們的店都有做 這是懷舊菜 懷舊菜是風味的 還有一個菜 可能你未聽過 甚麼 鮮蝦金錢盒 聽過沒有 我入行的時候 會試過 但近二十年來講 真的未見過 其實這個菜已經有兩百年歷史 在清潮已經開始有 已經消失了 我們集團就全成了 鮮蝦金錢盒 那有沒有得吃 有 馬上做給你吃 好 真是傳統菜 恩 欣然 你知不知道這是甚麼皮 很薄 是甚麼高筋粉 低筋粉 是皮 錯了 是肥豬肉 肥豬肉 為何會是這麼薄 好像一張皮 你問梁哥就知道了 肥豬肉 我們買回來 冷了之後 用刀片薄 片薄 片薄 我又用沒有吸收的形狀 然後可以包餡料 我示範給大家看 好嗎 好啊 好啊 裡面有肥豬肉粒 有瘦肉粒 有蝦仁粒 放一些芫荽粒 放一些芫荽粒 放一些懶人 好有層次 然後就把餡料 在這個位置 梁哥為什麼想到 要這樣做這個菜 還有它有沒有甚麼起源的故事 這個菜 其實傳統叫做 本地金錢 所以傳統的人 是說意頭 裡面有鮮蝦 懶人 這些意頭 你看你這樣掃蛋 上去 它黏著 這個菜式來說 以前也是叫大菜 大菜 不知道以為這個是點心 好精緻 那兩塊皮 這樣夾 沒錯 強哥 你有多久沒吃過這個菜 學徒那時候 經常會吃到 近二十年之內 我以為它失存了 讓我弄給你強哥試試 好啊 好啊 煎蛋金錢盒 放在八九十度 油溫炸 炸的時候 然後放一點薄醬 炸起來起豬 吃起來鬆化 裡面有汁 哇強哥 這個菜很特別 它的造型 真的很像一個金錢盒 這個就是鮮蝦金錢盒 哇 要甜甜的懷鹽 嗯 還有這個喵汁 喵汁 哇 真的在外面也很少可以見到這個菜 對於你來說 可能是一個新的菜式 但對於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懷舊的菜式 嗯 其實這個菜式 在以前來說 是經常會做的 哇 這個咬下去真的有很多驚喜 感覺那個皮是很脆 和很薄的 但是那個蝦肉 又覺得是很鮮香的 它是有一種很鹹香的感覺 它兩邊都是一塊肥豬肉 哦 但是呢 你吃起來 就不覺得它肥膩 很肥膩 很特別 我相信呢 你看到它用肥豬肉包著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些抗拒感 是啊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完全是不會覺得抗拒 非常之好吃 阿欣然呢 你呢 小小過 沒經歷過 我們呢 就是小小過 炒碗豬油 就留回來 拌豬油拌飯 拌飯 對 那些豬油渣 加一點點下去 哇 拌勻它 好香 是啊 好像這個蝦盒 其實就是炸的過程 它那個肥豬肉 就變成差不多豬油渣 所以它的香味很夠 再加上那個脆皮 吃起來鬆化 所以外脆來軟 而且呢 中間的蝦肉來說 是爽口 加上是有些暖環 是 有雜 哇 哇 強哥聽你說完呢 即是有那個時代感的畫面出現了 哇 想不到在黃聖堂這裡 都有這麼漂亮的池塘啊 而且呢 修緝得非常之美 以前我以為 黃聖堂呢 這條村呢 那些人姓黃的 不是的嗎 原來呢 這裡呢 是姓黃的 而且呢 這裡出現了一個人物 很出名的 嗯 河濟公啊 哦 河濟公啊 那這裡的池塘呢 很特別啊 我看到呢 有些燈籠在這裡 河士風族呢 很濃郁的 嗯 他們每年都有一個添燈儀式 就是這樣 嗯 哪一家人呢 添了丁的話呢 就在農曆的初十之前呢 就過來上燈的了 哇 我想這個畫面呢 真的很熱鬧啊 華姐他們有沒有請你啊 有的 有的 我每年都會跟他們一起在這裡參加 簽燈儀式的 我們跟街坊呢 就是經常打成一片 在每個春節啊 或者是中秋節 端午節都會有一個敬佬活動的 我真的很溫暖啊 很有溫度 對呀 不單止是這樣 我們還因應一些顧客的口味 去提供新的菜式 提供客人的飲食體驗 大華姐呢 你就這樣說呢 我感受不了啊 不如去嘗嘗吧 不如去嘗嘗吧 好啊 好啊 哇 梁哥這個很大陣醬啊 加上食材啦 配料啦 十幾樣啊 你做什麼啊 這個 這個菜呢 就是鮑魚刺心燜水鴨的 這個材料呢 有水鴨 有鮑魚 有刺心 陳皮 草果 黨參 冬菇 八角 南乳 煲仔醬 紅棗 嘩 我看到這樣的材料 這個一定是炆菜來的 是 這個關鍵應該就是汁醬 是 那你這個汁醬有什麼秘訣呢 這個汁醬呢 我們有很多種材料 牛制而成的 專門來做這個菜式 哦 即是一個送一個醬啊 是啊 沒錯 那我們是要怎樣做呢 首先 首先我把這些青頭鴨拌了味 先 給少許鹽 給少許糖 給少許味 給少許雞粉 加少許米酒 哦 你有些底味 沒錯了 然後拌勻 拌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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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應該是青頭鴨 是啊 這隻鴨是180天的 吃起來肉比較嫩滑 哦 比較香 我看到它那個油脂不算多 沒錯沒錯 拌勻它之後 我就燒烘的鑊 然後爆香的料頭 然後放一些配料 炒至20分鐘左右 再放一些鮑魚和刺心 讓刺心和鮑魚入味 然後就可以上鍋了 哇強哥這東西很棒啊 快試一下它先 煮個鮑魚 你先嘗嘗一下 哇正啊 鮑魚刺心燜青頭鴨 沒錯 哇這個鮑魚它非常爽口 但是呢 更加精華的在於 它外面就是一個醬汁 是那個青頭鴨的那種肉香味 真的好吃 這個呢 就不屬於懷舊菜 它是屬於一個創新菜 它裡面來說 它的結構真的很和諧 首先它選用的鴨 就是那個青頭鴨 令到它呢 就是鴨的味道 走進鮑魚裡面 特別這個海參 海參本身是沒有味的嘛 吃起來呢 鴨的那種濃鮮味 而且這個青頭鴨不是很肥 所以它的鮮味很夠 我覺得它的肉呢 是特別的嫩滑 而且它呢 是用了一個 即是避淨的一些醬汁 所以令到那個鴨 非常之入味 燜鴨來說呢 其實呢 都會幾講究 嗯 你燜得它不好呢 它是硬 你燜得它過身呢 就柴 你燜到它現在 那個肉質來說呢 是嫩滑的話呢 就是師傅呢 掌握的火候是很重要的 哇 想不到啊 梁哥呢 傳統菜又會做 創新菜又做得這麼好啊 不過廚房呢 不知道還有些什麼新意思呢 一齊去看看吧 哇 看這個燒鵨多漂亮 它好像那些健身教練 把肌肉都出來了 欸 師傅呢 你怎樣把這個燒鵨 燒得這麼英俊呢 因為我們沒有掃了一層脆皮漿 噢 那這隻叫什麼燒鵨啊 玻璃燒鵨 玻璃燒鵨 真的蠟蠟亮 沒錯 那秘訣是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那秘訣就是我們的玻璃漿 玻璃漿 玻璃漿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玻璃漿來的 那裡面是有些什麼 裡面加了些麵粉 生粉 還有一些蛋麵 一種粉混在一起 加上一些蛋青 我的蛋青 那跟外面的燒鵨 它們上的漿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外面的燒鵨 大多數它們不上的 就是經過我們的研製 拿了一層脆上去 那個感覺 也不失到傳統的 嘩 難怪這隻燒鵨的皮 立立亮了 不如我們在這裡嘗試上 這個蛋漿 是不是好像掃一些油漆 這樣掃上去 差不多 有沒有一些技巧 技巧肯定有少少的 要怎樣掃呢 那個手法呢 手法要便宜地掃 對 每一吋肌膚都要掃美 沒錯 掃均勻 掃均勻 掃的過程當中 感覺到這個鵨的皮膚很彈 是不是要用很新鮮的鵨 對 我們每天都搬新鮮鵨的鵨 哦 用哪裏的鵨 黑公鵨 黑公鵨 哦 黑公鵨 掃完之後 我們進去烘干鍋 烘干鍋 烘干鍋 不要再想油就鮮 咦? 是燒鵝 有什麼特別呢? 強哥 你有所不知 這個是玻璃脆皮燒鵝 看上去皮真的挺漂亮的 你嘗嘗它 ę 嘩 一夾下去 那個皮真的有脆度 嘩 你看嘰下去 那個皮真的 SUCO 而且它裏面有一層肥肉 可是這層肥肉 咬下去會覺得嫩滑的感覺 即是不會覺得有油膩感 在市區吃燒鵝 現在基本上 電爐燒鵝 電爐燒鵝 你的皮一定要燒不到 那種質感 剛才進去廚房是用甚麼爐來燒 強哥,你真是捨得出 他真的用明火去烤 所以吃起來的皮又脆 肉質來說還有汁 對,而且這個燒鵝的肉是非常柔軟的 一點也不塗 而且汁水非常多 吃得多也不會覺得很滑 因為做燒鵝,首先原材料很重要 選擇一隻鵝漂亮的話 加上後期那種加工 才可以令燒鵝皮脆肉滑骨都有味 真的 我問過師傅 他因為用了新鮮的鵝來做 所以才能做得這麼好味 因為鵝來講 新鮮的味道才有鵝肉的香味 再加上五香粉和自己秘製的材料 醬汁 在內籠裡調得到汁水比較多 所以你看這個燒鵝 不但外面是很脆 底下的汁也是比較豐富的 真的不簡單 在廣原西沒有想過有一間傳統的粵菜 不單是好吃 而且他們還很熱忠於工藝的事業 經常會設計不同口味的菜 給街坊回饋給他們 真的那種人情味很濃厚 而且那種粵菜是堅持著一種傳承 雖然沒有一個正宗什麼菜 但它做出來是一種很地道的 我們廣州人的風味 我們吃得這麼開心 要在這裏多謝 遇口福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 多謝了 強哥我們下星期繼續去找食吧 多謝了